部長你好 這個我請教一個問題 文化部跟文件會 它的差異性在哪裡 它的亮點在哪裡 你個人認為 大概文件會的話 它沒有產業這一塊進來 它完全是表演藝術 世界藝術 那麼在施政主軸上 文件會比較是以 社區總體營造作為一個主軸 到了文化部呢 它是把社區營造 總體營造還繼續維持了之外 增加了文創產業 那麼所以我兩個是 我們可以說是交織在一起的 互為合作 所以部長認為文化部 就是多了一個產業這個區塊 簡單的講就是 產業是你們最重要的重點 也是一個亮點 是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把產業 我們把四大的非常重要的產業 比如說流行音樂 電影電視出版 那麼列入到我們的 一個旗艦計畫裡頭去 那麼以這個流行音樂 作為旗艦裡頭的 我們如果是個金字塔的 旗艦裡頭最上面一端 那麼把傳統的這一塊 作為我們的底端 傳統的這些藝術 作為我們的底端 是我們的基礎 也就是文化的底蘊 然後這樣子朝這一個金字塔形的 我們再把它 因此這四大產業 是我們的重點 那麼這個流行音樂是第一階段最重要的 然後影視跟出版是第二版 部長我想我要強調的是 其實這三年來 這個從文監會到文化部 其實外界會認為說 三年來其實文化部沒有亮點 或者是不夠亮 其實我知道部長過去在 這個義大教過書 擔任過處長 也在縣府擔任過重要幕僚 我想你一直處在於 就是非常重要幕僚這個角色扮演 所以你後手哲學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想幕僚的工作 我想你勝任的應該是非常的好 但是第一線部長這個工作 其實我們對你是有高度期待的 換言之就是說 文化部過去一直被認為 它的亮點不夠 那到底問題點在哪裡 那你剛剛強調就是說 我的亮點跟文件會不同的 就是我有產業 我怎麼跟文化藝術能夠做結合 能夠走出去嘛 這就是您的亮點 那過去龍部長 這個被外界會評論 就是說他是一個座談部長 他開了很多座談會說明會 但是好像沒有很具體的執行的狀況 我想這是外界的觀感 外界的觀感 那我想這個最重要的是 您現在是部長 您現在部長 總是要有新的方向 新的定位 新的亮點 我想這是我們的期待 那尤其在龍部長在卸任的 這個接受媒體的訪問 其實他說了一段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 僅供參考啦 他說台灣社會啊 太急躁了 他感嘆現今的社會的台灣啊 像躁鬱陣啊 他甚至表示台灣社會有很多人才啊 有報效國家的心 但是只要想到要進立法院啊 心就涼了一半啊 所以呢一些認真可愛的人啊 放到那個結構裡面去的時候啊 他們面對的就是蠻橫 無理 五路 粗暴 所以他試想說 趕快這樣傷害 首要目標的環境裡 一流人才怎麼能夠現身在台灣啊 我想我不曉得他指的是誰 是立委們還是媒體還是意識人員 還是這整個環境啊 但是他強調就是說啦 其實一流人才想要報效國家 很有心 但是都畏懼啊 到立院這邊來 他們認為在這環境裡 他沒辦法施展身手啦 所以我要請教了部長 我請教洪部長 龍部長的所言啊 你的看法 再來就是說你的亮點 你的定位未來是如何 再來我要強調的是 現在其實網際網路很盛行啦 鄉民的意見 你們有沒有完全去掌握 民眾鄉民希望文化部做哪一些事情 我想這是重要的嘛 他們才有感嘛 那你亮點才能凸顯嘛 才能夠表示說文化部 跟未來過去的文件會 它是有差異性的 不是人增加了錢增加而已 而是有亮點有定位 部長請說 第一個就我想說 羅部長確實是做了不少事情啊 那麼他講的一部分 對我們社會的期待啊 那麼也是中肯的 那麼到立法院來 其實誰都會緊張啊 就好像學生面對老師一樣 那重要的就是多溝通 把我們跟的一些想法 跟委員的想法 能夠把它融合在一起 讓委員能夠了解 我們真正式的一些 做法跟想法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在亮點方面 最重要的就是 讓我們能夠浮出來 那我們並不是要去搶新聞 搶版面而去做秀 但最重要的就是 要把我們各種分散 分散在各個單位的工作 把它整合起來 那麼變成一個整體 因為變成一個整體以後 你做起事情來 大家才比較知道 方向在什麼地方 那麼第四個網路方面 那麼事實上 是我現在非常強調的 因為我一直強調就是 文化必須跟科技做合作 文化如果不跟科技合作 文化永遠是那個位階上不去 最後您所提到的 臉書 現在就是我一直鼓勵我們同仁 把他的想法 尤其各個主管 放到我們文化部的臉書上面 那我的臉書呢 也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麼一些文化上的 他們有一些鄉民 東西上來 我們文資局就會直接 最近有幾個案子 就會直接跟他們 部長我想 我們對你是有期待的 有期待的 謝謝 但是很多網民鄉民的意見 我覺得有些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我們不要把它視為說 你們就亂見一通啊 根本不可行 我覺得有些東西是有創意的 尤其部長的工作 不是在執行業務而已啊 你是要有聯想力 要有創造力啊 你要有魄力 要有定見啊 你要去想像 你要去想像嘛 因為文化部跟其他部會是不同的 所以部長 我想我們還是對你高度期待 非常謝謝 最近這個 我有看到一個PTT的八卦版 他有一段形容其實蠻有趣的 他說 現在政府啊 我要你蓋一個客運轉運站 你就給我蓋一個百貨公司 那我要給你 要叫你蓋一個文創園區啊 發展文創啊 你也給我蓋百貨公司啊 我要蓋你 叫請你蓋一個巨蛋打棒球辦演唱會啊 你還是蓋百貨公司啊 他說政府你除了會蓋百貨公司 你還會蓋什麼 我想這個是有他 他有點是打趣式的啦 也有的是調侃式 但是其實他的意思很清楚 就現階到我們蓋任何東西啊 到最後都是商業 我想這樣的思維 到底是對是錯啦 我想我們要重新去定位 過去因為我們去思考說很多 古蹟的保存維護不容易 我們就類似這個委外 那委外呢 他們為了生存 他們就要開了很多的餐廳 很多的商場 所以很多的BOT案OT案就這樣 懶懶而生嘛 就開始這樣出來啦 所以導致現在所有案子啊 蓋也蓋到最後都是像百貨公司一樣啊 就是賺錢賺錢賺錢啊 但他最根本的精神不見啊 所以為什麼這個 我說今天大家問了很多這個台 台北機場這個事情就是一樣嘛 大家希望維持他的原貌 他的價值他的文化能夠留存 而不是我到最後我還是高度的開發 還是變成商場 那桌邊商場一堆了嘛 這個他旁邊有個 有個這個金華城 又有個松山文創 大型商場不缺啊 所以部長我想我們要重新找回過去的 這種定位精神啊 文化就是文化 藝術叫藝術 我們自己的定位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這也是文化部應該要有的堅持 另外 其實現在地方政府很怕啦 這古蹟啊 被定古蹟啊 這樣的一個政策 其實大家是怨聲待造啦 就是說大家很怕 定了古蹟之後 第一個沒人沒錢啦 手續又繁雜 所以我覺得這個區塊 我們應該要新的一套SOP啦 如果提供人才的維護 專業的還有相關後續的財務配套等等 都應該要清楚 不然現在地方政府其實 部長你也帶過地方政府啊 你只要被定了古蹟之後 你地方政府你要有人啊 要專業的人要維護啊 文化保存 這獎是容易啊 後續的維護是困難啊 所以地方政府常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只要定了古蹟之後啊 慘啊 沒人沒錢 要申請相關的手續又很麻煩啊 所以這個區塊文化部應該有定見啊 要尋找一個配套出來 所以現在我們在擬一個就是 屬於把古蹟啊 作為一個重大公共建設的這一個計畫 那麼將來可以集中資源 然後分出優先順序 來跟各縣市合作 逐一來做修護的工作 另外對於後來的事後後來的維護 以及人才的培養培育的這個配套 我們也放到裡頭 那我們現在我們在這方面 就已經在一些階段性的在做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跟22個大學 合作成立一個文字學院 那麼主要就是在大學裡頭開設 那麼這方面的課程 甚至高中生也可以去選修 用這個方面啊 那麼做一個技術人才的培養 部長我想你過去來一個地方 其實中央要了解地方的一個整體狀況 解決它有沒有問題 而不是我這孩子生了就是你自己要管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一定要訂定一套完整的方案 讓地方有所依循啦好不好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 謝謝黃委員